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法度 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法则道道 你合道就是急 不合道就是凶 那我们现在讲男女 就说以这个婚姻举例子 以前叫婚姻 什么叫婚姻呢 男婚女家 男子在黄昏傍晚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娶妻 现在什么都不懂 说这叫二婚 什么老七八糟 这个时候女子因男而来 因为这个时候阴气上升 氧气下 往后退 就是女子这个时候开始主动 允许过门了 很讲究的 这个是硬和天书 然后我们要讲三书六礼 现在人听起来很繁琐 你先听听看 这个三书指的是第一订婚书 第二 这个礼品书 第三 迎亲书 六礼 就是首先提亲 然后问 这个女方 首先 然后呼唤 这个生辰 问女方的名字 这个很讲究的 压得相按 看这个段时间 有没有生活中一些异常 这样可能代表不合 确实有他的道理 这个以后我们慢慢再讲 这个很玄武器玄的 中庙里之门 然后请没人 有见证人 到时候出了事他要担责任 而且两口子吵架 他要负责 这个调和 不能白手礼 送没人礼 这就是四路的一件 最后就是择日子 选一个良辰吉日 皇道吉日 最后迎亲 就是这个听上去 并不复杂 这个细节那就很多了 可能有甚至具体一个东西 一个某个人 都有很多讲究 搞得这么复杂 现在这个西方多简单 我们就不说神父了 这个好像还少 大多数就是一身黑色的礼服 白色的婚伤 在中国人看来 这是什么情况 红白起事 简直开玩笑 没有章话 我们一定要戳红 这个起庆的日子 对不对 中国人尤其阎皇子孙 这个都是有讲的 火颜色 有代表 去写的 这个下来 说这么麻烦有用吗 首先 这个结婚 都下了要半年的时间 起码就算你每天 紧着算 都在做这个事 就要两三个月 开销会很大 很折腾 所以让你非常珍惜 一次就够了 而且亲朋 这是要昭告 亲临的 大家都是见证人 他们也要 开销 所以说 一定 让你谨慎 只祝福你一次 你老是娶 人家就 不肯花了 也不肯祝福你了 你这个不用心 三心二意 对不对 然后亲朋之间的互动 这个 过程 互相都熟悉 都作为你 婚姻的一个 见证人 和祝福你的 这股力量 那是要 稳固 比我们 这个单纯的 什么都不讲 有重要的多 现在甚至 有的 连结婚证都不理 父母都不告诉 旅游结婚 先斩后送 简直了 这个过程 而且很有吉祥的意义 很有乐趣 每个环节 尤其最后 弄懂房的时候 这都是和人文 和天道 双方都会 非常的 寄人身 重视 这个过程当中 你还可以 推敲 真的不合适 对吧 我们好聚好散 进退有情义 一拜天地 二拜祖先 福其对拜 这个先佛神圣 都是作为一个 见证人 那天是非常重要 可能都会来 很多重要的人 都会来 想想坐花轿 掀盖头 拜天地的时候 是多么的美好神圣 这才叫中华文化 我来说 我来说 给你 随力